日前 復興路上國寶歸來特展 在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博物館開展 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天龍山石窟佛守 終歸故土 近日 佛守捐贈人呂日華僑張榮 在日本接受中心設計者專訪時表示 所有的文物人都是追夢人 讓流失文物回到祖國 是每一個文物人的夢想 2020年9月14日 中國國家文物局監測發現 日本東營國際拍賣諸事會社擬於東京拍賣的一尊拍品 疑似天龍山石窟 流失的佛守 國家文物局立即與拍賣行董事長張榮聯繫 鼓勵促成文物回歸 隨後張榮與日籍文物持有人談判完成洽購 並無償捐贈給中國政府 在2021年2月11日 農曆牛年春節除夕夜 天龍山佛守亮相央視春晚 這尊國寶是2020年回歸祖國的第一百件文物 它漂泊海外近一個世紀 今晚將和全國人民一起歡度新丑年春節 朋友們 讓我們共同歡迎國寶回家 至於這個時候的發酵成春晚 當然我也是非常開心的 那麼這個不管怎麼 我也很感動 也非常理解和非常感謝政府的這種行為 那麼至少就是說 所有的文物人其實都是追夢人 他們在追夢 追求他們的夢想 就是追夢的過程當中 如果說是能碰上這樣的事 我相信每個人都願意做的 瓶頸中有激動 談起促成國寶回歸 登上央視春晚的舞臺 張榮略顯瓶頸 事實上 張榮促成回流的文物數量 已超過100餘件 張榮出生於浙江杭州 已僑居日本20多年 從小是從知名畫家 江南畫院首任院長許竹樓 原本學習的是醫學專業 去日本後 棄衣從意 張榮形容 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選擇 但能為國家帶回眾多文物 讓他覺得很欣慰 不管任何一個專家 看見一個一級文物 就是所謂的國寶 都會心動 當然我也心動 那麼我把它弄回去 我非常欣慰 因為我覺得這個呢 確實留在民間和留在國家 我覺得留在國家好 留在民間 它哪一天到哪裡去 我不知道了 但留在國家 我希望哪一天 我還是能看見它 中國在積貧積弱的年代 有大量文物流逝海外 中國追討流逝文物的工作 一直在持續進行中 張榮認為文物回流 應該需要海外華僑華人共同努力 回流它是個很漫長的一個過程 最好的方法是在海外的中華兒女 僑胞愛國人士也好 對吧 經過那個中國在外的大使館之內 共同協作 把這個事完成是最理想的 文物是中華文化最好的载體 在張榮看來 追討文物的背後 是祖國日益強大的體現 是中華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體現 每位身在海外的華僑華人 都會為此感到自豪 很多人說所謂的愛國是句空話 但是真正在國外的人 我相信才最最了解什麼巧愛國 你到了國外以後 你說你日愛祖國就是最真實的 有一點可以肯定 就是中華民族是這種根 那麼最起碼炎黃子孫 這個根你得記住 這個很重要